今天海鲜两岸的专家学者 台胞 黄氏 中青 清晰固 中青代表有这种变成员的故事 全帝先祖 尽献高江 所有的黄姓都认得江夏唐这个唐号 我们这边主要是郡旺的所在地 唐宋时候迁徙到了福建这一带 又有福建或者广东又迁到了台湾 是这么个延续过程 直观的 创造的介绍 两岸的这个文化 我们是同耕同源 同一个血脉 所以两岸的这个交流 由中青来推动 这个是对两岸的同意 所以最自然的 它是水到渠场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模式 而且台湾每一个村庄 都可以到大陆来寻根问主 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主题